古来区国会议员张念群揭发古来有超过80个非法赌博中心之后 警方26号晚上8点拉大队到加拉巴沙威巴沙对面建筑物进行扫荡行动 一大批赌徒一时躲不及,全部都被逮捕 赌客一度要离开座位充当来看看的观光客 结果被警方喝止做回原位 这间赌博中心外面有黑色贴纸 室内灰暗烟味浓 里面也有提供饮水机,仿佛是正规赌场 警方冲攻了所有马鸡和老骨鸡 诉说明本地和怀疑是有外籍的赌客 带回警察局做进一步调查